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歡迎收看 今天沒有小手收 沒關係 我有我的手 嘿 正常發揮 感謝大家 這個昨天節目的最後面 我們提了一些 這個節目當中面臨的問題 那這個是 就是無解 那我們就是會盡力的 把我們的節目給做好 把我們節目做好 那很幽默 剛剛我在這個 書畫室碰到帥將軍 今天我們的來賓 這個帥將軍 他也很好奇說 哎呀你昨天怎麼這麼生氣啊 發生什麼事情啊 其實沒事 沒事 那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呢 非常感謝昨天很多朋友的關心 那我還是要說 我們節目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那我們承受很多 可能別的節目 或是別的時段 別的團隊沒有承受的壓力 那這些壓力呢 到處都有 到處都有 我也不知道 可能你太多人看 可能你有影響力 那反而就成了眼中釘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難道我們得把節目給做爛嗎 亂做 最好是這個都沒人看 這樣我們才能生存的下來嗎 還是我們應該要這個 示弱 就啊我只剩人不夠 那我節目就亂做 啊我人不夠 那我什麼都來不及 哎呀我人不夠 我節目內容就不要顧 然後讓節目這個 正常的殞落 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得到 這個應該有的資源 我有時候都會這樣想 要不然哪那麼倒楣 給人家多少人 給你多少人 那你做的事情 反正你可以做好啊 那你就這個人就夠啦 給你四個人你也能做啊 給你三個人你也能做 給你兩個你也能做 那就兩個就好啦 我幹嘛多給你 我覺得這個 沒關係 不論如何 我們會把事情做好 那我還是要跟各位說 我們的團隊是非常非常優秀 而且非常非常辛苦的 他們真的是一個人要做 其他地方不只在中間 在其他電視台 一個人要做兩個人 甚至三個人的事情 那我們也都把它給吞下來 扛下來 我們也挺下來了 所以還是請大家 這個多多的支持 給我們更多的鼓勵 跟更多的指教 但最重要的 是要加入我們的會員 然後要訂閱 然後讓我們的這個 按讚數變多 留言數變高 自己強大 我們就不用怕別人欺負我們 好嗎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小手手來了 你看我們這個 統人忙到連小手手都現在才能補進來 我真的 真的是很忙 真的是很忙 我想這個 當然也會有些說法說 沒關係啊 那你電視牆少做一點啊 沒關係啊 那你題目少談一點啊 沒關係啊 那你話多說一點啊 來賓少一點啊 你自己講啊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 我是不太能接受啦 我認為 我們今天坐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們的觀眾期待的 就是一個有內容 有深度 有廣度 有不同角度 不同觀點的節目 所以你說因為人少 我們就怎樣怎樣怎樣 啊就那樣那樣那樣啊 我覺得那是對不起我的這份工作 對不起我的專業 也對不起每天兩萬三萬三萬多 在線上等著收看正常發揮的朋友 甚至是在節目結束之後幾十萬對正常發揮支持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事情我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我也很抱歉 也因為這樣 我沒有辦法因為人力不足 資源不足 所以把節目的品質連帶犧牲掉 能扛的我一定會扛 該做的事情我一定會做 我多做都無所謂 但是我們的同仁 再怎麼樣大家也是人 我能多做的也有限 他們能多做的也有限 我們就是跟到一個極致努力的 把該做的事情給做出來 我想各位應該也有注意到 比起其他節目我們談的東西算少了 我們的電視牆已經夠少了 有時候兩張 有時候三張 那不然是還要怎樣 還要多少 一張 然後講一個題目 然後從頭到尾講同一件事情 這樣你們看得下去嗎 所以我們是不會因為任何的問題 去影響到節目的品質 可是我還是要說我們真的是人 我們也不是神 我們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們可以努力的 這個催出自己 激勵自己 把節目做到最好 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完成 但是總是有個限度 所以難免會有一些來不及等等的 請大家多多見諒 請大家多多見諒 這個公司上面確實有一些困難 也有一些為難 我們都不會去抱怨或是去責怪 我們就是共體時間 把我們該做的事情給努力的做好 畢竟我們有這樣子的舞台 我們也是心懷感激 心存感謝 所以在面對大家共同的考驗跟困難的時候 我不會去抱怨 我不會像有些人就是 哎呀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每天去吵 我這個不夠那個不夠 這裡沒有那裡沒有 我不幹這種事情 我基本上都是默默把我的事情做好 不夠那就多做 真的不行 那我道歉 真的不行 那我吞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好不好 我們一定會努力 也希望你們永遠跟正常發揮 站在一起 感謝大家 我們先介紹來賓 第一位 帥名帥將軍 支持正常發揮 謝謝將軍 第二位 郭忠祥亮哥 支持單身廣 謝謝亮哥 好介文及介大使 單身廣好 大家好 你不支持是嗎 支持 謝謝介大使 謝謝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也要謝謝我們的團隊 當然也謝謝公司 忠天加油 好不好 好來 我們來看今天的封面電視牆 來喔 一樣亞速殺 大家對這個話題很有興趣 雖然說昨天朱凱翔在那邊大放爵石說 我跟你講沒有殺 裡面不要說鯊魚 連這個 鯊魚接下來下一個等級該是什麼 連大魚都沒有 裡面通通都空了 該跑都跑了 該走都走了 可是我從很多的證據上面看到 裡面好像還是有啊 總是覺得好像還是有人 那什麼人呢 今天有新的消息 有沒有可能是美國的高官呢 有沒有可能是美國非常高階的軍事將領呢 過去講說是加拿大 也有人說是法國 有人說是北約 而今天更新的 各位我要先講齁 這些都是消息 都是推斷 都是推測 沒有人在亞速營裡面 或亞速鋼鐵場裡頭拍到 好 照片 這個就是那個誰誰誰 那個就是那個誰誰誰 沒有 可是我們從很多很多的跡象 我們去推論 去討論 去思考 去推理 這個人怎麼消失這麼久啊 那個人怎麼突然間退役之後 就再也沒消息了 怎麼大家傳得沸沸沙沙 說亞速營就是你 這個人也沒有出來澄清 被質疑的國家 也沒有大動作的反駁 從這些消息 我們不得不懷疑 或許亞速鋼鐵場裡頭 真的有不為人知 而且不能為人知的秘密 可能是事情 可能是一個人 可能是一坨人 也可能是一個大陰謀 是不是美國高官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們可以來推論 我們可以來討論 來賓都是專業的 待會聽聽他們怎麼說 而中國大陸 我真想去 有這個記者 到了這個烏克蘭 去聽他們的記者會 國防部的記者會 直接就問了 請問一下 在這個亞速鋼鐵場裡頭 是不是有所謂的 這個西方國家的官員 如果有的話 你們能證實嗎 他的身份 目前的狀況 是依舊在鋼鐵場裡頭 還是已經被救出來了 救出來是回到了莫斯科 還是回到了他自己原本的國家 跟西方國家有進行談判嗎 人是怎麼走的 問了很多 但是烏克蘭的官方 給了一個非常官方的回應 叫做 我不能說太多 說太多的話 會被俄羅斯拿去做文章 而且 這個訊息很敏感 我不能多講 奇怪 如果沒有你就告訴我沒有 什麼叫做不能多說 訊息敏感 講多了 會被俄羅斯拿去做文章 那你就說沒有 他就沒有文章可以做了 所以從很多的跡象 甚至包含今天烏克蘭國防部的 曖昧說法 都讓我覺得 哎呀 這裡頭好像還真有點什麼秘密 如果真有秘密 當然要想辦法給弄出來嘛 昨天我們提到了 這個 亞素鋼鐵場裡頭的士兵的這個家屬啊 他們的這個太太 跑去找教宗求救 找上帝求救 因為 抱歉 美國總統沒有要救你 烏克蘭總統也沒有要救你 他們只能跟上帝求救 今天更有意思了 哎 家屬跟上帝求救 那關在裡頭的士兵找誰求救 找外星人求救 說要拜託外星人救救我 把我們給弄出去 找上帝是去找教宗 那找外星人是找誰呢 待會兒告訴你 而現在美國的態度 當然決定烏克蘭到底還能撐多久 最新的消息 我要軍援烏克蘭四百億不得了 四百億美金各位一兆多台幣啊 可是這個法案 是不是卡住了呢 這一個軍援烏克蘭的四百億 美國還拿得出去嗎 根據最新的消息告訴你 美國國內的民眾有點反彈 你有錢拿去給烏克蘭買武器打仗 你知不知道拜託總統 我們連小孩的奶粉錢都買不起啦 連奶粉錢都付不出來 你給我拿錢去打仗 你有一兆多不拿來讓我買奶粉 小朋友都快餓死了 下一代都活不下去了 你還去幫助烏克蘭 所以現在 是不是 美國的這1.2兆軍援會卡關呢 為什麼 因為要拿去買奶粉 人民要買奶粉 我要養我的小孩啊 你不用救烏克蘭 先救救我們的下一代 救救我們的下一代 當然 最近出京風統的馬斯克 今天 也是對拜登總統開炮了 我不知道馬斯克的想法是什麼 他是覺得戰爭不該下去了嗎 還是他認為拜登在烏俄戰爭 俄烏戰爭上面 處理的 不夠細膩 不夠完美呢 好繼續往下看 要講到制裁 現在盧布 對不起 我今天看自由時報的報導 夠綠吧 他說普丁炫耀盧布 對不起 盧布現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強的貨幣 不論是盧布兌換美元 盧布兌換歐元 幾乎都來到了五年 甚至近幾個月來的新高點 遠遠超過2月24號開戰之前 所以盧布現在是全球最耀眼的貨幣明星 那麼也因為盧布漲價連帶的 是不是讓歐元跟著走跌 不只幹掉美元霸權 還威脅了歐元的後世呢 當然這牽扯到很多 包含能源問題 天然氣會不會被斷氣 石油還買不買得到 而現在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在英國我們講德國 德國記得之前說 我們沒有天然氣怎麼辦 洗澡洗四個地方 洗液一下 蓋一邊 屁股 手腳洗一洗 現在英國說沒有能源是不是 那我們改變做菜的方式 因為你不會做菜 你太浪費能源了 所以你改變做菜的方式 我們節省能源 我們就不需要跟俄羅斯低頭了 了不起德國英國 在我印象中是非常強大的國家 現在用這種智障方法 來摩擦人民的智商 可把英國民眾氣壞了 而重點是 隨著能源短缺 隨著歐元貶值 對不起 英國的電價現在可能來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歷史新高 但我聽到真的嚇一跳 當然其他國家電價 本來就比台灣貴 那台灣再怎麼樣 也就是四千五千六千很多了 來 英國有學者預估 未來英國的電價 每一戶可能 繳一次電價 要上看十萬台幣 各位 十萬 兩個月繳 我不知道英國是幾個月繳一次啊 十萬台幣你受得了 我是受不了 我不曉得英國人受不受得了 美國英國帶頭往前衝 而現在我節目要告訴你 現在歐洲出現了四熊 歐洲四熊 四個英雄 是英雄嗎 我 不去評論太多 但是有網友說 這不是四熊啊 這是四傻 四個阿呆 跟著英美往前衝 都不顧自己的後果了嗎 那另外在東盟的部分 我也笑了 這個拜登總統大動作了 把東盟找來華盛頓 我們來開會 不要跟習近平在一起 跟我拜登 跟我美國 保證你吃香喝辣 別說我沒錢 我投資東盟1.5億美元 聽完以後東盟都傻了 各位 不是因為很多傻了 是因為很少阿 不要說別的啦 習近平 中國大陸 投資 之前投資東盟 東協啦 的錢 也沒有很多 大概是拜登這次的 十倍而已 拜登投資1.5億 人家投資15億 如果你是東盟 你在哪一邊呢 來 第一張電視講好了嗎 我們先講那個疫情的好不好 來 我要給大家看這個 先看這個消息 我們先來看 367比57票 眾院秒通過400億的原污預算 不得了 又弄錢 又要給錢了 但是現在被罵什麼 抗疫的經費卻被擱置了 你把錢拿去援助烏克蘭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國內造成經濟問題 難道你美國總統不管了嗎 有多慘 來 美國汽油價格持續飆漲 美加倫4.37美元 創歷史新高 現在連英國 美國 英格兒奶粉的供應都短缺 你有錢 還買不到奶粉 有奶粉 你可能也沒有錢買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位獨眼龍先生 他是美國共和黨的眾議員 他居然語出驚人 他怎麼說 他說各位你別罵 我們把錢給烏克蘭 是個非常聰明的投資 怎麼說 他說 你看我們投資摧毀 我們敵人的軍隊 我們的敵人當然是普丁 投資摧毀普丁 俄羅斯的軍隊 但是你看我們多聰明 不損失美國的一兵一卒 真是門好生意 在我看來是個好主意 哇塞 這個大白話 你也講得太不掩飾了吧 因此現在 你眾院過了是吧 但抱歉 我參與的共和黨議員 就阻撓這400億的圓武法案 我讓你卡關 我讓你沒有辦法 把錢拿出去 把錢留在國內 好是他 美國共和黨的參議員 叫保羅 保羅說 不能摧毀美國經濟 來拯救烏克蘭 美國人正經歷通膨 國會卻一直想著 要盡快拿出更多錢 來加劇民眾的痛苦 我認為這句話有意思 加劇民眾的痛苦 加劇美國人民的痛苦 也加劇烏克蘭人民的痛苦 甚至加劇全歐洲 全世界人民的痛苦 而且你美國拿那麼多錢 援烏克蘭真的有用嗎 來我給大家看 這個 這兩位都是被俄羅斯俘虜的 這是士兵 這是長官 來 這個士兵說什麼 他說 美國給的標槍 相關的武器都是被吹捧的 在實戰中沒有用 還會卡殼 有些電池才過期了 拿到要用 就發現沒有電 沒有電 電池才過期 另外這個長官說什麼 他說 美國的標槍在城市戰 毫無作用 我們一次射擊都沒有完成 而現在看來不只是 人民議員對拜登總統有意見 連馬斯克都有話要說 他說什麼 他說 儘管我認為 在2024年 有一個不那麼分裂的候選人 會更好 但我依然認為 川普應該恢復Twitter 他以前對川普也是不假辭色 現在好像比較支持川普 希望川普回來 另外提到 拜登的錯誤在於 他認為他當選是為了改變國家 但實際上每個人都希望 你可不可以少一些戲劇性 別演啦 再演就不像啦 鄭君 這個現象很奇妙的 經濟作戰 連最反俄的美國的現象都出來 我們從戰場 我們這個節目很早以前就有在講 這個經濟制裁 美國不一定佔上風 你看啊 美國不是搞制裁令 全世界都要選邊站 配合美國對烏克蘭 對俄羅斯要搞軍紀戰嘛 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討論了好多集 現在戰場上已經看起來 沒有大型的決戰的行為了吧 對不對 對於戰爭陷入在一個 膠著的狀態嘛 對不對 那俄羅斯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這個老美在消耗它 對不對 俄羅斯不是傻瓜 也在做消耗戰的準備嘛 你看 在烏東 在烏南 沒有什麼大決戰的行為 但是消耗戰來講 俄羅斯從1991垮台 就是很窮困的狀況 這個民族 這30年來不是很富裕 這個窮困的國家 過窮日子是能熬的 它不是工業國家過很富裕的 它撐得下去 它熬窮熬的習慣了 但是美國跟歐洲不是熬窮的習慣 所以你要打消耗戰 能熬是一個有利條件 對 所以你看這個能源開始一斷絕以後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現在已經騷動了 意大利鬆動了 德國開始私底下用蘆布買油了 所以 毛澤東以前也講過 天大地大吃飯最大 對不對 所以剛開始 美國開始喊出這個 人權 民主 自由了 正消雲天 大家都跟他喊 但時間一長了 肚皮餓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了 什麼民主自由 先顧肚皮 對 所以叫得最想的 美國現在出事了 對不對 參議院400億不過關 你自己通膨是很炫實的 尤其是喊民主自由的國家 沒有一個總統不重視選舉投票 對不對 你德國也是民主國家 法國也是民主國家 義大利也是 你只要碰到選舉 吃不飽通膨 那就完了 就完蛋了 你沒有選舉的時間還好 對不對 那今天你拿1.5億去收買 東盟 你試試看 我叫花子 你耍那麼一點錢 十個國家 你當我的乞丐 現在這個制裁 我看已經面臨快要崩潔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 我講 你拜登一天到晚周遊列國 不管是收買也好 威脅也好 已經面臨很大的考驗 我記得很早以前我跑到南陵去看 老共在東盟下的功夫有多大 那個東盟的使館 在南陵蓋了很多年以前就蓋得很漂亮 他投資那邊不只一天 所以東盟你現在拜登想去收買已經不行了 沒那麼容易 沒那麼容易 尤其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 上次那個講話你仔細聽聽 不要跟中國大陸開戰 不要跟中國大陸開戰 再加上 都特地那個話 美國是雙面人 我們絕對不能跟中國開戰 飛彈還沒來 飛機沒起飛 飛彈先到了 絕對不行 所以你南海的問題 你現在還在搞這個印太 你這個布局就不成熟了 對不對 印度很曖昧 對不對 你現在唯一的就是 馬六甲海峽跟新加坡那一點屬立 所以我覺得你布局是布得很廣 印太的局我覺得並不樂觀 實力不足 不足 他現在只有拼命加強這個東北亞 碰到一個面目可震的南韓總統 拼命向美國那邊去貼 對不對 他唯一收穫在這裡 一個日本一個韓國 拼命那裡貼 我覺得最滑稽的是 要韓國拿武器去貼烏克蘭 我就不知道韓國有什麼 拼命殺器 可以讓烏克蘭的戰局 可以有什麼可以 當初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我就想過說韓國有什麼 拼命武器 可以讓烏克蘭的戰局有所改變 我們學了軍事學了半天 韓國是拿跆拳道去支持烏克蘭 像我們當年國際傻傻的 跑到韓國去請了教官 把我們耽誤我們好多訓練時間 去學那個什麼跆拳道 真是浪費我很多學的時間 只因為打死一個北韓的一個越共 搞到我們國軍裡面 很好花了好多時間 我氣死了 花了好多時間 難道說跆拳道要避免訓練烏克蘭的軍隊吧 真的我想不通啊 美國還出來一招 你不敢教我幫你做教 搞不好那個鋼鐵廠裡面挖住三個 韓國叫我過來 真的真是說笑 這個槍炮沒有用 標準飛彈沒有用 敬聲肉搏 敬聲肉搏 超你跆拳道 真的我覺得 這個經濟制裁 慢慢慢慢 它的效果就浮現出來 所以這個 這個世界還有得亂 還有得亂 不只世界亂 當然我今天要講一點台灣 我覺得我把 美國跟台灣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就像之前我放了一張這個電視牆 中間是我們的蔡依依 蔡依依 奇怪 沒有人 你也要戴口罩 旁邊的拜登總統 不用戴口罩啊 澤倫斯基跟杜魯道見面 不用戴口罩啊 美國的第一夫人吉爾女士 跟這個澤倫斯基 烏克蘭的第一夫人 這個見面 也不用戴口罩啊 英國首相強生接受 這個英國媒體主持人的採訪 也不用戴口罩 只有我們要戴口罩啊 各位我要告訴你的是 美國的人民啊 美國的議員啊 還有那個本事 有那個膽子 去卡政府的預算 我不要 雖然我們今天 如果不給烏克蘭軍員 會被世界罵 但對不起 總統大人 總統先生 請你先顧好 國內的經濟問題 那反觀台灣呢 我們來看看今天台灣的疫情 來 這個叫做三高啦 台灣現在是三高三缺 哪三高 這個病例高 這個死亡數高 然後重症217高 41死 217重症 本土 64972名確診 這通通創新高 但對不起 我們台灣一樣是 還是有三缺 哪三缺 一樣 快三缺 疫苗缺 藥物缺 不只啊 我們醫療量能缺更大 台灣人面臨的是 這樣子的窘境 我們有沒有看到 跟美國一樣 有議員站出來 幫我們講話 先不要均購 均什麼購 購你個頭 錢留下來 去把快三買一買 不要搓鼻子 用唾液 讓人民舒服一點 去把藥買一買 先別均購 有嗎 沒有啊 民進黨要均購 國民黨的立委 也就跟著 該買就買 不該買你也買 不是這樣嗎 美國人民的聲音 只不過是因為 奶粉 現在短缺 或是有錢 買不到奶粉 小baby家裡餓肚子 現在就有議員趕出來說 那我們這個錢先卡著 那台灣呢 我們只有奶粉買不到嗎 我們缺的東西可多了 可多了 但是我們的總統在說什麼呢 哎呀 面對許多措施調整 以及生活上的種種不變 心裡難免不安焦慮 他說我們現在正在邁向正常生活啊 不安焦慮 很正常嘛 另外呢 這個豐堂哥哥 某哥哥 他說我是積極讓自己染疫 你是智障吧 確診後又積極讓一起居隔的家人 一起染疫 對你是智障 看了第一句 我懷疑你是不是智障 看完全部 哎對你還真是智障 好王定宇 他說快篩是價格和恐慌的問題 不是有沒有缺的問題 某律師說 大家不是需要快篩 只是想買便宜的快篩 而現在台灣也厲害了 說7月開始不再公佈確診人數 沒異業了 為什麼沒異業了 因為 因為 因為哥哥要去選舉了 我要選市長了 所以我不要再公佈確診人數了 當然之前他提到的 包含這個 快篩買不到 嫌貴 那你不要買呀 為什麼不讓大家都有快篩 怕你囤貨呀 為什麼快篩不能免費送 哎呀 免費可能變成浪費呀 你看看台灣的這些官員 上從總統到部長 到這些執政黨的民意代表 你說美國很糟糕 這個總統把美國弄得亂七八糟 可是各位 美國人民的意志 是可以展現出來的 某程度上 政府可能還會是願意聽的 那你看台灣呢 我們的政府有聽過 我們在說話嗎 這個我先請教 亮哥 我那個 美國是參議員 因為他一票就擋住所有法案 對 如果有效可以阻擋 台灣當然會有人 表達反對意見 我們是沒辦法 我們都是多數啦 是嘛 國民黨講話也沒用啊 對啊 那當然國民黨 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人啊 而是怕被圍攻嘛 怕被1450圍剿嘛 你要當反對黨 怎麼會怕這個呢 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真話還是要講 謝謝亮哥 不過美國坦白說 美國這個 參議員保羅 他也不是 無條件的反對 他是說你要派個監察長 進去查帳 那這個不就呼應 那丟進黑洞啊 對嘛 我跟你講 美國現在正 逐漸有兩種論述在浮現 第一個就是 烏克蘭真的是打不贏 因為有一些民調已經出來了 就美國人大部分還是認為 烏克蘭是沒有辦法打贏的 那第二個就是 這個會不會是無底洞 無底洞就包括CNN質疑的嘛 對啊 說武器跑去哪裡 那現在是 你要給330億對不對 他會懷疑說這個帳會跑去哪裡 這合理的懷疑嘛 我覺得烏克蘭越來越像 1946年到48年的國民政府 當時也是 美國給的軍員啊 還有金援啊 都不見了 美國到最後就懷疑說 錢跑去哪裡了 對 武器跑去哪裡了 後來不是爆很多料嗎 國民黨還有一些高官到美國開戶啊 對不對 所以到最後美國實在受不了 不是寫了一個白皮書 就說這個我不管了 對 撒手不管了 我覺得美國確實這個聲音 出現是合理的啦 因為美國人做事情還是 講究目標跟手段嘛 你目標是什麼 你目標難道真的認為 可以打敗俄羅斯嗎 我想不是吧 如果連戰略目標都不清晰 那這個錢怎麼砸 拜登以前講過一個話 跟國防部長奧斯汀講 所以要削弱俄羅斯嘛 對 他了不起就講到這裡 可是請問要削弱到什麼程度 他說要讓俄羅斯弱到 不能再打烏克蘭或其他任何國家 對嘛 所以我們 那多弱 我跟你講 我們做任何戰略規劃 你要把它具體化嘛 對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多弱 如果說六月折倫斯基說他要反攻對不對 又輸了怎麼辦 接下來是你要給他什麼武器啊 因為這個一定會有這種邏輯出來嘛 無底洞啊 一直下去 就是你要有明確的指標嘛 這個就好像我們在質疑 那個防疫部分一樣 就是最後大家都會問說 那你這個邏輯到底是什麼 目標 具體指標是什麼 對不對 你現在就隆隆統統講 一開始就用道德語言嘛 說普丁要下台啦 你不能再執政啦 你是什麼屠夫啦 講這沒用嘛 那難道你的目標是殺了他嗎 還是打敗俄羅斯 那回過的 歐斯汀說要削弱他 什麼意思嘛 怎麼削弱 對嘛 那具體落實 到最後一定要有一個操作型的目標 比如說烏克蘭反攻 是打下赫爾松打下克里米亞就算 萬一沒打贏呢 還是你要殺到俄羅斯本土 不知道嘛 我們現在就是不知道 沒有目標 而且明確目標 完全沒有看到有人提這種話 對 坦白說啦一個戰爭打到了 已經快兩個半月了 這種聲音就會開始合理浮現 對 就會說我們到底在幹嘛 我們到底要設定目標 這個我們管理學上叫目標管理 不知為何而戰了 不他們知道為何而戰 他們不喜歡俄羅斯 他們想要趁機把它悶在這裡 把它拖下水 結果 從今年1月到現在嘛 蘆布對美元升值11% 不得了 表示你用swift嘛 做金融制裁無效 對 美元最近是升值很兇耶 全世界對美元升值的貨幣就是蘆布 對 沒錯 就只有蘆布啊 大家都點就蘆布升 對嘛 那不就是表示你圍剿失敗嗎 金融圍剿失敗 對不對 那你說俄羅斯應該通貨膨脹 老百姓借竿起義了吧 結果查一查通貨膨脹只有10% 就是 現在大家逐漸的再看一些標的 在說你到底要達成什麼目標 然後 你說要削弱俄羅斯嗎 現在看起來兩個共和國逐漸鞏固 那賀爾松 克里米亞還有馬利烏波爾 也差不多就逐漸要鞏固了 對 那到底接下來要幹嘛 是你要設定 在什麼情況之下 這個要做個了結 了結 不然就會變成無底洞 對 對 而且如果又有人把俄歐戰爭 視為美國通膨的主因 那你就更沒完沒了 對 對不對 你11月8號要選舉 完蛋 你這樣再耗下去 也不知道目標是什麼 然後或者說目標不能達成 然後我就一直編預算 一直錢這樣倒進去 然後不知道跑去哪裡 然後武器也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目標一直沒達成 那這樣怎麼辦 那通膨膨脹就一直延燒 一直越來越嚴重 那大家都不要混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參議員講這個話 一定是在一種氛圍下 他才會公開講出來 有這個氛圍了 只是大家現在 大家不敢跟進 可是他丟出了一個真正的問題 就是我要派一個監察長去查賬 結果那個人家怎麼回答他你知道嗎 他說到目前為止 只有阿富汗有這個制度 你就知道那個阿富汗那10年 污了多少錢 對 就大家後來受不了 就設了一個監察長去查賬 對不對 後來還公布一個調查報告 你知道 我給補充一下阿亮 為什麼你知道 最近的戰況是什麼 俄羅斯現在就在烏南 搞戰地政務了 對 對 發盧布了 搞自治了 搞選舉了 對 搞戰地政務了 這叫鞏固 這個戰果了 他不是在發展攻擊了 最近那個蛇島 烏克蘭不是搞了一個完整的 陸海空三軍的攻擊 對 還閃兵200多個 幾十架飛機 完全被俄羅斯搞垮 對 把你的飛機打掉 陸戰隊的副司令幹掉 這麼小一個島 沙灘上十一堆人 把你這個 閃兵200多個幹掉 幾十架飛機幹掉 船幹掉 副司令打掉 烏克蘭是想 那個島只有東沙島那麼大 很小一個島 結果你是攻方 你竟然被人家打下 那島是易攻難守才對 對 很容易打掉的 對 那你這個反攻就失敗了 那你將來烏克蘭要 反守為攻 你花的錢更多 對 那你這個都失敗了 你那六月份的大公司 美國要給多少錢 對 開玩笑 顯然 這個都失敗 你最後的實力來搞都不成功 美國還要投資多少 但是我跟你講 你給他那個 榴彈炮對不對 不是14萬枚嗎 搞不好烏克蘭又給你 創一個奇蹟 兩個禮拜就用完 有可能啊 亂攻亂炸 亂打 對啊就這樣 所以美國 不是沒有軍情報告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 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 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 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